Folting page 11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动画的 叫gif animator 这两个都要有 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做动画 尤其在第二题 第二题里面要做动画 其实第二题最难的就是叫你做动画 这个地方我看就是 很多人最有问题 就是动画的部分 那你特别注意 这个考试我要通过 特别注意 我强调一点就是说 你已经会的 就不要花时间去钻牛角尖 你要做的就是要做那个 你一定不会的 就像这个啦 比如说这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完成档案就是 在这边 这个图有没有 社团介绍 你会不会做 假如你今天要做这张图 太简单 那这样就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图 太简单 那你这个考试绝对没问题 因为这个就20分的 你如果做不出来就扣20 那做法其实很简单 它有给你一个尺寸嘛 尺寸是宽150 高60 所以我们就先开启这个 photoimpact 这个软体 然后第一个就是要给它一个尺寸 一个尺寸 另外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还要自行标凯体 背景由上到下的漸层 而且漸层颜色它也有指定 指定就是说呢 上面是ff00ff 就是上面这个颜色 有点粉红色的味道 下面就是六个f 就是白色的 所以它就是 等于是粉红色到 这个白色的漸层 然后呢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说 它的字有没有 到底是大小多少 它没想 没写的话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判断 而且没写也没关系 反正字差不多就可以 那其实 这样算起来 因为这个图的高度大概150 可是字的话 我想大概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在80左右吧 因为这个高 不 高60 这个字应该差不多30左右 更正一下 应该30 一半左右 所以我们来做 那怎么做 首先呢 特别注意哦 开启新的影像 一个新的影像 接下来就给它一个宽度 有没有 使用者制定这里点一下 宽多少呢 150 对不对 高多少 20 这个地方很重要 按确定就好了 那可以把比例有没有 放大一点点 放大到差不多300左右 这样看的比较清楚 接下来的话呢 打字 打字用T 如果说你Follow Image 不熟的话 反正